今天讓我們一同來揭曉 那讓我們現在馬上掌聲來歡迎 這個興威技術無限中蹲產品部的唐頂峰經理 唐經理為我們做產品的介紹 歡迎唐經理 唐經理好 唐經理 唐經理 我可以坐這邊嗎 早上那一場對美女比較 比較硬一點 今天大家都這麼熟 就可以稍微放肆一點 有一個Style號頭像 對 好 拍這兩個美女比較好 我不用拍 我說Style 哈哈 大家輕鬆一點 Android這台6P 它是Google的第七代產品 那在這第七代Google也做了一些 在七年會養嘛 Google也養了一下 所以呢 它這次在第七代 它找了那個 我們跟LG 分別做了中 高階跟中階的 這款產品 那我們是負責高階這一塊 想先跟大家就是 反正就先看一下這台 這個產品的部分 好 我們今天會從四個方向開始講 我們會從設計 拍照 通信的性能 還有這個整個 純粹的Android這邊 他們到底在6P上面想要delive 給消費者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好 第二個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設計上來講 它是 做得滿滿一個流線的一個狀況 那這一代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它在機身上面 基本上是跟塑料說了一個拜拜 它是NASUS系列 家族裡面 第一台 做這個全金屬一體成型的一個手機 5X還在用基於碳酸機 那上一代的NASUS6 雖然沒有進台灣 但是它也只做了一個金屬的一個邊框 所以在這一代我們是上面 整個金屬是做得最完全的一個機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在它的整個背板的這邊 我們一樣有一個整個NASUS的一個烙印 那我們在正面這邊提供了一塊 5.7吋的一個大螢幕 讓消費者在整個影音體驗上面 能夠做得更好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在不管是在指紋辨識這邊 或者是在它的整個邊框倒角的部分 我們全部做了一個CNC鑽石切割的一個動作 讓它的整個效能 而質感 而不是效能 看起來更好 那另外在上面這一塊的黑色的地方 它是一個3D的一個弧面玻璃 這裡面埋了相機模組 天線模組 雷射對焦模組 NSC模組 埋了非常多的東西進去 所以讓它 我們希望讓它看起來 不是只是一個塑膠PCB填過去 它是一個更漂亮的一個呈現 OK 那我們這邊整個的切削工藝這邊 這是四個顏色 那台灣最後會上的是 這個 石墨色跟另外一個鋁灰色 後面這邊會看到 這是鋁灰色 它的顏色比較接近金屬的一個原色 那那個石墨色就是我們今天在展示的 現場就是各位在拍到這個時機 我們大概會 台灣會上這兩個顏色 那麼在螢幕的部分呢 它才要到5.7吋的2K AMOLED 2K AMOLED 讓它整個顯色效果更好 然後我們用上了康寧第四代的一個 反光玻璃 來確保它的這個使用 那另外在色彩顯示這邊的話 我們這NTSC色域可以到達百分之百 那整個對比可以到30萬比1 這是整個這塊AMOLED它一個特色在這邊 另外我們在鏡面這邊呢 我們也做了一個所謂的偏光鏡片 偏光鏡片 各位可能眼鏡上面都有在用 那它的好處就是在於說 強光直射 或者是說周圍有一些炫光的時候 偏光鏡可以把它擋掉 所以你在戶外看的時候 你會看得更清楚 不至於會有反光炫光的一個情況出現 那現在各位 各位都是在這個手機業界 經營這麼久了 各位都知道現在單獨談硬體規格 大家沒有感覺 那更多的是在談一些硬體的這個料 到底好還是不好 可以看到這顆螢幕在-40度的超低溫之下 它也能夠做到1毫秒的一個反應速度 這就不容易 這個是料件的一個選擇的問題 另外在就是說我們在暗處之下 你在用使用的時候 在自動感光開啟的情況之下 它會去把藍光去降低 避免在夜間已經在看手機 然後還去傷害了一點點 OK 然後再來這邊的話 稍微硬一點 它是第一台 全球第一台採用ZIDA2000 色彩風式的這個手機 那這個東西插在哪裡 也就是說ZIDA2000 它是目前最新的一個色彩演算法 舉例來講 譬如說某一個顏色 叫做石流紅 可是石流紅 你看到真實的東西 你知道它是長什麼樣子 可是你在電腦上面的時候 石流紅它必須對應到色彩的XYZ三個軸 你對不到 在舊的色彩功能上 你可能對不到 你可能對到是桃紅色 或者是對到的是鮮紅色 但是沒有那個中間模擬兩可的顏色 那ZIDA2000它就是它把色彩定義的更嚴急 所以能夠很精準的Deliver 這個顏色拍出來 顯示出來就是什麼顏色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在第二個我們就會談到 它是在拍照的地方 拍照現在手機大家都在講拍照 那拍照國外戶就是拿起來拍得快 拍得好 拍得漂亮 幫你把最好的一個瞬間留下來 那為了要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用了一個六件式的鏡頭模組 2.0的光圈跟28度的這個光角都是很一般的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比較特色 是1.5大感光像素 這什麼東西我們大概後面再提一下 這邊還有先各位提到它是有一個慢速攝影的一個功能 像這樣子爆開的瞬間 你可以透過手機直接做一個錄取 或者說你在打棒球 打高爾夫球 打籃球 你要錄你的動作 看有沒有什麼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的時候 你也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錄影瞬間 去把它錄下來 那再來我們支援雷射對焦功能 讓它在0.6秒之間可以完成一個快速對焦的動作 那這邊當然談到它用的Sensor 是用到Sony線最新的iMac 377 好 那這是目前最新的它們的這個處理 這個儀降的一個Sensor 好 那主畫素是1230萬畫素 那 1.55MuA的好處帶來是一個進光量的一個提升 舉例來講 我們用到是1.55MuA 那iPhone 6S用到是1.22MuA 所以等的差異起來會差在1.6倍 它的這個倍數的差異是從這邊來的 好 再來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在整個的性照片這邊都做了一個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讓它的整個畫質呈現會做得更好 好 我們整個的細節包含12bit ABC 然後這個是單眼相機等級的一個輸出 好 甚至是在閃光燈的部分 我們用上兩顆4000K的這樣的一個出力的LED 好 雙色溫的閃光燈 那它的整個CRI指數可以大於90 好 這是接近你在陽光之下拍出來的這個色彩 好 這個是我們都是在這邊 我們 在Hardware這邊能夠做到極致的 剩下就是 使用者來去拍出來這樣的一個成果 好 那再來第三個會談到通信 那我想這也是 Google為什麼這次會找上華為這一段 華為在通信這一塊的技術是比較領先的 那譬如說像是第一個 你以前出國在玩的時候 或是出國去商務旅遊辦公時候 你都可能必須準備一台當地用的手機 那當你一次跑兩三個國家的時候 你可能身上就有準備好幾台不同手機 否則你到當地就短訊 那現在不需要 現在你只需要一台手機 它幫你支援了全球六個網路知識 並且之前的16個LTE的頻段 基本上走到哪裡 不管你是圓耗漫遊 或者是在當地換一張當地的SIM卡 都可以享受到最快速的一個網路 那同時在使用各式各樣不同的場景 我們也做了一個雙片線的一個智能切換 避免掉金屬機身帶來的死亡租落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WiFi這邊也做了一個2x2的MIMO 那它的整個傳輸速度會比起一般 Single In Single Out這樣的一個手機 速度會快兩倍 那再來就是談到它這顆處理器 它處理器用的是高通的第三代的這個 這顆810的發核心處理器 那各位可能今年810不會是 我們不是第一款用 當然不會是最後一款用的 那各位今年玩了這麼多機器 810帶給你們的感覺是 電湯匙 電湯匙 還有嗎 好我想不外乎就是 就是冬天的時候它非常的 非常的 可以拿來做一個暖手的一個動作 那 只是說現在 現在我們這台敢用這個 這顆芯片呢 在小略我自己的實際使用狀況 我會把它插進 插一張Syn卡進去開WiFi hot spot 然後開完之後我還會拿去玩game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它的機器是維穩 就是會有一點點熱 它不可能不會熱 WiFi hot spot開下去 基本上就會熱 但是說會燙到的時候都拿不住 或者是說燙到機器跳錯誤頻率出來 這我還真的沒看過 而且我拿的還是前期的 舊的阿威 所以我相信它在上市的版本 這個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810 再來就是NASUS Google這次它想要跟消費者 Deliver的 包括它在6P跟5X 它都做了一些事情 它叫做指紋編識 那這顆模組是 它是這個 這個想法是從 從華為這邊Made7這邊 就拯救一個大熱銷之後 它這邊做出來的一個想法 華為並不是第一個做指紋編識的廠商 最早HTC那時候做的是 像筆電一樣的這種華式的指紋編識 那華為順便把鏡頭插一遍 那是後話 那後來其他像Apple它也做了一個 前置的一個指紋編識 它在它跟後鍵結合 三星後來也跟後鍵結合 那最後回歸到人體工學這件事情 還是坐在機背後面 因為兩隻手 拇指跟至少中指 或是其他的三隻手 你可以把機器緊緊的握住 所以應該是在後面直接壓下去就好 所以它不會有什麼機器 不牢靠的問題 相對來講它是比較 單手也能夠完成編識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這邊做的一個指紋編識功能 那我們在這邊會跟一些支付的作為結合 那在美國它有一個叫Android Pay 這是一個Google自己做的一個付費平台 這套系統目前只在美國能使用 還沒到海外 那台灣它能做的呢 它叫做 你現在在任何 任何一個商店 有一個Play商店 Play商店你在選項裡面 把指紋辨識的功能打開 以後你在Play商店買任何的書籍 App的時候 只要指紋壓一下就可以 不用再Key長串Google密碼 再加一個信用卡的三位數的認證 這些都是在消費者上面來講 其實是一個更方便的部分 我們的指紋辨識 辨識率可以在0.5秒之內完成 並且它的整個辨識失誤率是小於1% 再來談到就是電池的部分 電池它來到3450毫安培 這個電池容量是比較大的 那同時在硬體的部分做了一個所謂的Sensor Hub的技術 也就是說它把所有的像是一些什麼 壓力感應器啊 什麼光感應器 什麼傳感器 這些全部集成在一顆芯片裡面 不避免整個板端上面散太多的芯片 彼此溝通互相的浪費電池 另外一個在軟體中就做一個DOS的解電技術 讓你根據你使用的頻率 譬如說你的LINE很常用 它就讓它耗比較多的電力在前面幫你Standby 但是你讓它你待機太久 它也會慢慢幫你把電力降下來 維持到一個基本的運作 空間不會被Care掉 這樣一個動作 透過這樣的軟硬雙管旗下 讓它的整個待機性能 像如果我單純做Wi-Fi Hard Spot的話 大概是1.5片左右 玩Game下去大概是一整天 但是還沒有到半天就結束的情況 這個是我自己實際使用的一個型的 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跟報告 再來 這次它在這邊做了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就是把Type-C導進去的標準規格裡面 Type-C其實是基於USD 3.0的一個傳輸技術 第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沒有所謂的方向性 所以基本上你正插反插都能夠插的進去 並且它也支援了這個 Greach 2.0 5V3A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這邊還有一個想插曲 各位應該知道現在的 那個叫 經濟目標準局還是什麼 BSMI 它們現在規範的這個充電器最高只能到2A 然後Google突然跑了一個5V3A出來 然後那時候在過認證的時候非常的複雜 就是NCC強硬卡住 本來我們跟遊戲都差點不能上司 然後後來我們是拜託了Google出來跟NCC溝通 NCC不願意跟我們溝通 但是願意跟Google溝通 好不容易 他就說雖然現在法規不符合 但是因為你這麼先進 法規暫時跟不上 所以我做一個備忘錄 讓你可以先進來 好不容易 所以大家可以體驗到這個5V3A的這樣的一個快裝技術 那大部分現在廠商可能都做9V1.67A 或9V2A的這樣的一個快裝 他想屬於把電壓提高 但是電流因為限制問題 所以是限在2A裡面 那Google是第一個突破 這樣子是把它拉到3A的這樣的一個充電技術 那在正面我們這邊來到兩個雙喇叭 雙喇叭包含了一個整合式的銀槍 跟兩顆的智能功率放大器 讓它不只聲音大而且聲量 整個聲音的值是更好的 好 那我們除了是外放的喇叭之外 我們在整個麥克風透過三個來做降噪 並且有個獨立的音量聽筒 並且在通話的時候可以讓它做一個更大聲的一個效果 常常在戶外 找到環境需要講電話的人 非常需要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最後我們要談到的就是它在Android這一塊 這一次呢 它在Android這一塊 譬如說 第一個 它採用到整個8A的芯片 加上最新的Android Marshmallow 讓它的整個性能得到一個最基礎的保證 同時我們搭上了一個3G的RAM 然後還有一個最少從32G起跳的一個RAM 那台灣的會導的版本是32G跟64G這兩個版本 好再來 1230萬的相機我們剛剛有提到說它有個1.55μm 比iPhone 6S強1.6倍感光度的這樣的一個相機 並且我們同時支援了這樣的一個Google相簿即時備份 雲端備份的一個功能 好大家知道Google相簿 它其實你把它設定在一個解析度定頻之內 它是可以無容量上限的一直存 而且你拍完就存 拍完就存 你不用擔心手機拍完之後掛了掉了被偷了 好 珍貴照片種子不見 在任務另外一台Google裝置 馬上可以把這些照片restore回來 好這就直接上雲端 好再來就是它的5.7吋的加你2K螢幕 加上整個YouTube 還有一個前置雙喇叭的效果 不管你是看YouTube 或者是看PlayMovie 甚至是你看自備的影片 它的整個成功效果都是非常好 好再來我們就是談到整個 這個是在Android這一塊 指紋支付這一塊 那當然在美國它有Android Pay 那台灣這邊現在就是Play Store 這邊可以直接做一個應用 那未來應該會有更多的商店 去跟它做一個整合 那最後就是談到它整個收訊 跟它的Google Map 這樣的一個整合之後 整個體驗會更好 那再來就是在Google 在今年 今年這個 第七代 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個 NASUS DOP這樣的一個產品 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唐經理為我們帶來這一段精彩的介紹 那我也相信我們現場的朋友呢 應該有非常多的問題 都想要來詢問一下我們的唐經理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進入我們的QA時間 那我們也歡迎現場的部落客朋友們 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你們可以提出 唐經理會不會來做精彩的解答 這位姐讓我有一杯水 好好 好 唐經理剛剛說了 沒事沒事沒事 這麼詳盡的介紹 也非常辛苦了 那大家可以先想想 有什麼問題想要來詢問一下唐經理的 那待會呢 我們也會進入我們實際的體驗時間 在各位體驗的同時 我們後方有許多的餐點 可以讓各位來進行享用 好 唐經理現在可以了嗎 可以了 我已經坐在那邊等候大家了 好 已經在等候大家了 好 那現場有沒有哪位朋友想要詢問問題 好 克斯輝老師 那個810啊 為什麼在你們手上的電腦比較不會熱 是因為他的身價格有感 還是說你們的裡面的一些配置有感 呃 我想不論是Google或者是華為 應該都沒有辦法 沒有能力去改變高通 在chipfade那邊做什麼事情 那其實上一次高通的 長官出來開了記者會之後 他的宣稱跟最後廠商實際的做 最後 他位上面表現出來的performance 看起來不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們只能說 我們拿到的應該是他 最final的chipset performance保留了之外 他的那個過熱的問題是被處理掉的 至少在實際的結果上 看起來是這樣 對 這目前我能夠知道 能夠回答的也只有到這邊 對 那你們金屬機身是自己的生產性還是可乘的用 華為的合作生產廠商不只一間 可乘也有或者是富士康也有 還有或是其他的其他的機型 對 對 我看很值得 對 就有很多的廠商 反正基本上 只要能夠符合我們的料件 那基於雞蛋不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的原則 我們一定會分散整個風險去做 只要關鍵是最後闡述的quality是一次的 對 那邊 那邊 阿輝 好 在哪裏 這邊嗎 阿輝 那個 第一張部分是原傳 那像零售的話 那後續的廣布維修 原傳跟華為這邊都會共同來承辦這件事情 對 包含Google線上的交通 包含Google線上 好的 謝謝阿輝 那還有哪位朋友要進行提問的呢 大家非常手下留情 真的 唐經理已經準備得非常的充足 讓大家來好好的考慰一番的是不是 還有哪位播客朋友沒有問題 可以趕快提出喔 沒事啊 我想大家能肚子餓 那個Ding哥 喔好 那我想知道一下 那個Type-C 它你的那個規格是支援到3.0 還是只有支援到2.0 3.0 好的謝謝庆哥 還有哪位朋友要進行發問RX KISS怪老師 我繼續 哈哈哈哈 你在那邊救吧 那個 這個無線充電這是沒有被加進的 你的開發 金屬機身 基本上跟無線充電是互斥的 對 那在 我問過這 總共這件事情 他們的跟我說法是什麼呢 他說無線充電 看起來很美好 可是 你一拿起來 就斷電了 假如說你現在剩3.5% 你放那邊無線充電 電話一來 你是要接還是不接 還是要破音 還是要怎麼樣 就是他有一些那種環境是 當然有些人回去習慣就是 他擺在辦公桌上 然後你放的時候就放下去 反正就擺在那邊充 他可能接電話 可能用藍牙 或什麼其他桌子之類的 那他們從整個整體來上來看看 用了無線充電 他就得在機身材質上去做妥協 要嘛就是敢用塑膠的管理 可以用玻璃機身 對 那 總部現在的策略他們現在的想法是 金屬機身對於消費者來講的認知度還是比較好 對 所以我 做了無線充電 然後讓他整個機身的質感變得比較 在他們認知上查一階 他覺得這沒有必要 那他還不如直接把 有線的Crypt Charge做進去 對 還比較妥當一點 這個是設計邏輯不同 沒有絕對的對跟錯 對 就是他在無線充電跟金屬機身之外 他直接他選擇了金屬機身 對 所以 所以 如果以你自己這樣看 Google的立場 他是會往無線充電走嗎 對 這我沒有辦法帶Google回答 對 說實在話真的 真的真的 對 我沒有辦法帶他回答 因為說以 我只能假定的猜測 以一個OS場的角度 你做不做Crypt Charge跟我來講 沒什麼太大關係 說實在話 那對他來講 大家的服務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 的一個幫助 對 那對原廠去Deliver說 我要先多一個賣點 叫無線閃充 這對消費者來講 可能是另外一個賣點 實不實用性 是另外一回事 對 但是對一個OS來講 他可能 反正你盡可能讓我 在兩小時之內 幫我幫我把三千 四百五十好安排的電 充滿 剩下你 要怎麼做你的事情 我再看他們的理解 是這樣子 對 謝謝 好的 那還有哪位朋友 要進行發問的呢 還有嗎 那經理有沒有什麼要進行補充 你是叫我直接衝發嗎 不要 好 好啦 那所有的朋友們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進行 我們時機的體驗 在我們舞台的左手邊 有我們的時機 來供給所有的朋友們 來進行體驗 當然還有我們一個model 讓大家可以來進行拍照 只要在我們舞台的後方 有茶點工 各位來進行享用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入 今天的體驗時間